哈喽大家好,我是滔天 不用旧菜,一口气也能吃掉四五个大花卷 你想吃吗? 今天滔天就把这个简单好吃的花卷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面盆里先取300克干面粉和面 家里有什么样的面粉呢? 咱们就用什么样的面粉 两颗酵母粉,4克白砂糖,0.5克小苏打 继续用快搅拌均 再分次到40度的温水,搅拌成面絮状 300克面粉加入165克的温水 就可以了 咱们和面的时候呢,水温最好是40度 在这样温度下,酵母菌的活性才能最强 不仅能缩短面团的醒发时间 还能让醒发好的面团更加的疏松多孔 一直搅拌成这样软一点的面絮状就可以了 再下入将面絮团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放在面片上,简单的揉一揉将食材混合均 放进准备好了空碗里 盖上盖子,醒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面团醒发好后,咱们要简单的排下去 用家里的擀面杖,推着擀大擀薄 咱们尽量擀成长方形的薄面饼 方便咱们下部操作 擀成这样,薄厚军的大面饼就可以了 再将提前调留油酥倒在面饼上 用刮板涂抹均匀 再撒上多多的烧烤料 最后再撒点提味增香的小葱花 卷成粗细菌长面卷 根据自己的喜好分成几个大小捐面剂子 取油面剂子像这样拉长折叠后再挽起来 一个漂亮花卷生坯就做好了 将做的生坯放进蒸屉里 盖上盖子,醒发30分钟 醒发到生坯的体积明显变大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上汽后蒸18分钟 时间到了,咱们的花卷也蒸好了 这样蒸愁花卷呢,看起来是非常的有食欲 就算不用旧菜,滔铁也能一口气吃掉四五个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